客家乡亲们的太古表演 赢得市长谢国良和市议员韩世玉来宾们的热烈掌声 激动市客家事务委员会 特地在客家文化会馆举办重阳节敬老活动 激动市长谢国良和激动市议会议长同子委 分别亲自出席参加 并且和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委杨玉兰 以及客家同乡会理事长周黄秀梅 以及长辈们一起切蛋糕庆祝重阳节 市长和议长也都参观客家乡亲们 现场制作的客家汤圆油饭等小吃 更品尝正统的客家麻糬赞不绝口 而对于客家乡亲们希望 成立客家一条街的政策想法 市长和议长也都表达支持的立场 大家一起来欢度重阳节 刚刚吃了很好吃的甜的 哇鸡 哇鸡 对对对 我们讲七八 七八 七八 OK 那我也跟客家乡亲报告 我们的几个重要证件 包括行人友善 顺带友腾乐园等等 那我也跟大家有报告 我对于大家这个客家一条街的这个证件 我目前还在找寻适当的地点 那未来我也会请我的一位姓林的基要来专案的来负责这个进度 那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区域都是客家的一些特色 这真的是我们非常想做的一件事 我们一起来努力 那跟客家事务委员会 客家同乡会 大家共同努力 推广更多的客家文化 那我想客家的精神呢 值得我们继续来传承 那我想今天我们这个特别举办这个餐会 也特别展示了我们客家乡亲的这些 我们的这些美食 希望介绍给大家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市政府可以增加 对我们客家的照顾跟补助 那除了我刚刚市长有提到客家一条街 我们议会当然全力来支持 包含我们现在的民政处长张渊祥 他跟我一样都是妈妈客家人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客家的这个乡亲的事务推动上面 除了文化的传承 也可以让大家看到客家的精神 还有客家的美食 那我们希望客家的这个 在基隆可以持续的发扬广大 持续增加预算 大家一起来努力 市长谢国良也向客家乡亲报告上任市长后 积极推动的新人友善 环境清洁以及室内儿童乐园等政策成果 而妈妈就是客家人的议长童子伟也强调 对于照顾客家乡亲的各项政策及事务 基隆市议会绝对鼎力支持 大大勇心 商议快乐 重用快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